在饥荒中杀种 新冠病毒席卷全球 人类正经历惊慌 无助和绝望 然而神在苦难中 搞动人心中的善良 将他的福音和爱 传遍大地 由于疫情严峻 连富裕的国家都缺乏口罩 和消毒用品 但因着弟兄姊妹的爱心和支持 喬良筹得三万几个口罩和捐款 我们分发食物包 消毒用品和口罩 去到最需要的和场 受惠者包括 中东的难民 亚美尼亚人 树城的居民 战争中区无定所的流离失所者 南亚贫民区的居民 还有连绵内战的荔枝城难民 在莱凡特的橄榄城 我们帮助了100个战争流离失所者的家庭 一位离婚的穆斯林妈妈 她在泪流满面地说 我已经没有能力买食物给我的孩子 他们要去到垃圾站 去找那些剩余的食物 但最近因为疫情 连垃圾都大大减少 我们的童工 丽雅听到之后 忍不住去拥抱这位绝望的妈妈 并且对她说 耶稣爱你 这个夸信仰的拥抱 在黑暗当中 为沮丧的灵魂 带来温暖和安慰 黎凡特的雪城 货币贬值了三倍 还在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 很多人已经没有能力买食物了 受苦的 还有那些在吃奶的孩子 一位雪城的妈妈 她有位两岁的儿子 是需要喝牛奶的 但他们已经没有钱购买 做父母的只能够尽力安抚 但孩子坚持要喝牛奶 还因为这样哭了足足三天 当桥梁为她送上食物包的时候 她急不及待打开来看 里面究竟有没有牛奶呢 当她发现是有的时候 她激动地说 这是一个神迹 中亚的友谊城 大卫牧师接受桥梁的捐助 神在疫情当中做新事 从前 牧师林才可以公开广播 但近日因为居家令 政府容许基督徒都可以用大喇叭广播 在天台聚会 抹饼 大家给一次祝福 福音因此被广传 哈利路呀 赞美主 桥梁会在疫情和经济上未恢复的期间 继续支持和分发食物包给孤儿寡妇 难民和贫困的家庭 而我们的目标是把肉体和心灵的食物都一起送给他们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要与人同德者福音的好处 我们宣告 新冠肺炎要成为我们的祝福 好土已经预备好 桥梁与你在这个年面饥荒之年 在这一片饥荒之地一同杀种 让我们的吐槽声不要停下来 我们要见到神的荣耀 我们要一同经历百倍丰收的欺恋 阿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